零下那個坦白講距離印度也蠻遠的 那俄羅斯如果是針對歐洲 也不需要跟中國聯合演習 因為他本身就非常強大了 所以本來大家是在預測說 是不是跟針對印度啊 可是顯然俄羅斯跟印度也相當好 所以那一次我覺得意義不大 這一次就非常明顯 那簡單講就是 美國日本你玩你的 我們玩我們的這樣 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但是你做給我看 我做給你看 事實上美日也距離蠻遠的 因為美日那個演習是在孟加拉灣 他主要是要還印度人情 那個並不是為了南海的演習 而是印度說你也要到我的地盤 表示你支持我印度洋這個地盤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還人情去的 那倒不是說 因為日本不可能 對孟加拉灣這麼有興趣 那太遠了 那基本上因為印度過來南海 所以日本就要回禮 基本上是這種性質 那可是對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來講 就是你們好像藏在一起 那我也要秀一下說 我們這邊我們也有自己的盤 那艦艦艦第一次出遠門 所以引起注意 因為055未來這個飛彈驅逐艦 目前三艘嘛 那即將變成四艘 那未來要變成12艘 那大概應該就是中國海軍作戰艦裡面 最強的作戰艦 最強的 因為它 它大概是全方位的 它包括反潛然後反導 然後可以防空也可以海邊作戰 通通都可以 所以大概就是出遠門讓俄羅斯看看吧 那也讓 我當然也是要讓美日看看 第一次出遠門 俄羅斯的天然氣啊 這個是我上課的筆記啊 俄羅斯的天然氣輸送到歐洲啊 到芬蘭跟瑞典是百分之百 然後波羅的海三小國也是百分之百 哇 全靠俄羅斯耶 全部百分之百 然後保加利亞也是百分之百 然後你再來看啊 德國是40% 有到40喔 40% 然後 不是三十幾 法國 我這個支流是2014比較早的啦 現在降下來了 因為德國後來發展別的電人員嘛 但也有超過三成 那法國接近20啦 然後義大利也接近20 哇 整個歐洲差不多四成喔 只有少數啦 比如說挪威就沒有 因為挪威自己有人員啊 事實上 你說那個Gasprong 好像現在要跟德國漲價 其實這個不能看一次兩次 漲價 減價 用這樣來看 又不增量啊 因為 這個錢是德國跟俄羅斯一起出的 那當初美國在杯葛嘛 拜登杯葛非常久啊 那後來才放了 後來才放了 那 基本上 這個當然就會變成他到 從俄羅斯過來的天然氣 就更集中供應 對啊 那 當然美國就不願意嘛 美國就說你應該跟我多買啊 你為什麼要從俄羅斯去呢 如果說 如果說俄羅斯現在說話不算話 要隨便這樣漲價 那美國不是更有話說嗎 對不對 所以我不認為俄羅斯會這樣做啦 所以你說 你把這個當作是 俄羅斯好像說 我就拿俏了 那隨時可以來叼你啊 我隨時可以漲價 或者說隨時可以減量供應啊 我覺得 歐羅斯也要跟歐洲認為 他是一個美國的槓桿的話 他不會這樣做 沒有索利哥長期立場都是這樣啊 所以他也沒有什麼改變啦 不過我是很好奇 邱台山怎麼知道 中國大陸不知道 我倒是比較好奇這一點 因為你要知道 10月1號是38 那10月2號變成39 10月4號變成56 對 那他搞不好是發現了 所以很生氣了 不然為什麼會嫁智慧增多 是 所以我不知道 邱台山是如何推論出 中國大陸不知道 因為這個 你怎麼知道他不知道呢 對啊 因為中國又不會告訴你 那難道是美國告訴你嗎 那美國如何知道 大陸不知道 所以他講這個話很奇怪 是 因為我是看了這一段話 我就覺得 他到底在說什麼 因為我們通常要看 但後來發生的事來推論嘛 對 那為什麼後來加勢變多 然後後來你就看到 不是瑞士蘇利文開始那個會談嗎 然後就56又突然變成一架 不是嗎 對啊 我們觀察事情要有一定的根據跟推論嘛 對 不然你憑什麼去論斷 中國大陸不知道 是啊 所以亮哥比較專業 不是我不認為中國大陸不知道嘛 哈哈 那個源頭打擊啊 事實上我們的軍方 本來就有這種思想 嗯 2008年我們雄風 雄二啦 就有人說要把它弄成一個叫雄身飛彈 升天的身 那有人就要發展雄二一嘛 就是大概射程就是600到1200 那600到1200當然就是 就是中程飛彈 這個方案實際上一直都存在 那只是說 你決定要 挹注多少資源來做 是這種問題 那因為後來我們知道嘛 不是美國施壓叫我們一定要買那個魚叉嗎 那這個中科院實際上是有很不同的意見 我簡單講就是 介大使講的啦 就源頭派的人不以為然 對 因為魚叉飛彈你只能路打一公里 你根本就打80公里 你只能夠打 那個登陸鍵都要越過中線你才打得到 你只能打登陸鍵嘛 那這一派的人當然就會覺得 你怎麼會這樣思考呢 怎麼等人家越過中線 你才想要打到他 因為他們的思維就是認為 他在出港的時候你就要打他啦 甚至更早 這思維不一樣嘛 所以因為他會佔預算嘛 所以你後來就看到了 比如說我們不是編了 說要做一些比較精準飛彈嘛 廣義應該會包括這一派的人 就是熊二一基本上還是會做啦 還是會做啦 只是數量的問題 中國大陸海關總署4月12號就公佈了 就是進口食品的一個什麼註冊管理規定 那結果我們農委會到今天才說 說這個外銷業者跟生產企業農民團體 必須在10月22號 對啊 值錢趕快來上線登記 對啊 今天都幾號了 然後你現在才在說 只給人家七天 但是他又怪對岸 說你為什麼現在才通知 這實在是很奇怪啦 我真的不了解啦 可能我們 我們眾哥最近比較忙啦 釋迦鳳梨不能去對不對 然後蓮霧不能去 他要處理農民啊 預購啊什麼鬼的 我說國內的 國內的 是 我事實上小英那個國慶演說 我最意外的就是他講這句話 對不對 說讓台灣走出了一條 出口 中國大陸跟香港是創新高欸 對啊 我就不知道奇怪 因為我看國慶演說 真的有這句話 對啊 我也是嚇一跳 奇怪怎麼會有這句話 所以我說那個小英總統 在講的時候忘了戴墨鏡 因為睜眼說瞎話 對啊 真的很瞎 沒有這個感覺 是 因為他的 他邏輯應該就是說 有到新南向成功嘛 新南向事實上沒有成功嘛 新南向我們並不是 出口增加多少 增加非常少啦 我們主要是企業 去那邊投資啊 事實上是企業的外移啊 那可能有一些旅遊啦 觀光啦 教育的合作啦 可是基本上不是出口啊 出口事實上增加相當小 出口到美國有增加啦 歐洲有增加啦 中國大陸也是有不同意見啦 說實在 這個最常被提的就是ECFA 說ECFA是不是已經時間到了 那要不要 他自上單方宣布就可以了嘛 那當然會對台灣有打擊啦 可是你考慮的就是 事實上在跟大陸做經濟交流的人 事實上就是 對兩岸比較務實的人 所以你可能剛好你就打擊到你的朋友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這個就是他尷尬的地方 所以他一直沒有這樣做 就是說他 就是你的政策目的 跟你的戰略目的不一致嘛 就是這樣嘛 所以他就一直沒有用經濟手段啦 這讓這個農業的 我覺得只是非常非常局部的啦 聯合國有190幾個國家啦 那非洲就有54個 你再加中東 你再去加東南亞 就已經快要過半了 是啊 所以美國我們不要講這個人權委員會啦 美國在聯合國所有的周邊組織 除了世界銀行跟IMF 因為那個是用 股權的概念 那個是用家權投票的 除此之外 他有哪一個委員會必勝 幾乎沒有啦 我跟你講 大概頂多只有製作權啦 就是制裁權那個團體 是啦 我們舉個例子啦 那個農糧組織 農糧組織是聯合國最大的周邊組織 那美國曾經派代表出來選啊 選那個秘書長 結果 191票中國拿了108票 然後歐盟的代表拿了71票 美國的拿了12票 這只是舉個例子啦 這只是很有名的一個選舉 是啊 所以呢 你就看出他實際上掌握不住 所以為什麼川普對聯合國那麼討厭嘛 上錢還沒有給足咧 他還欠聯合國錢耶 是沒錯 因為他覺得他掌握不住嘛 所以他只對世界銀行還有國際貨幣基金 還有那個著作權那個組織有興趣啦